三亚市知名的旅游城市 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 突如其来的移行给广大游客带来逐多不便 大家的焦虑心情我们感同身受 目前在三亚滞留的约3.2万人属于滞留在酒店的游客 针对这些酒店的在住游客 自2022年8月6日凌晨60起 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时 酒店可以为滞留旅客提供半价优惠的续助服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要求 游客在完成7天风险盘查后 即7天内第1、2、3、5、7天核酸检测阴性 经评估后可离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